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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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習俗會提到說結婚的婚姻 結婚後最好就是犯高高 那會比較幸福 那對我們想要分享給新人 我覺得習俗必須要與實俱進 我希望说一双好的婚鞋 应该让你们越穿越幸福 越走越幸福才对 这是我想分享给新人的我的一个想法 在紧凑的准备期中 婚纱鞋往往是被忽略的重点 但一双好的婚纱鞋 其实是展现新娘魅力的小心机 不只可以衬托出身形与华丽的婚纱 更是默默支撑新娘 将幸福延续下去的重要角色 我们本身是一家到今年已经43年的 台湾的一个自协工厂 可是13年前我们结婚的时候 那我还是必须陪着我的老婆 去百货公司挑选一双 当她的婚姓 那我就觉得说 可以借用我小小的力量 自协的力量 帮他们去设计 甚至于用定制的这个概念 是不是我可以做到的 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是新娘 那知道说要找一双舒适好穿的鞋子 可能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 那我觉得很高兴就是说 Lisera可以让新娘子圆梦 你从鞋面 鞋底 高度 颜色 都可以自己去参与设计的部分 穿上鞋子之后走入红毯就要成家了嘛 那我们就是很希望说在最重要的那一刻 是由Lisera时尚首作的婚纱鞋 陪着你们一起走入红毯 结婚是一个女生人生的大事情 然后我觉得除了选婚纱之外 婚纱也是一个女生的独特性 当初会选Lisera一方面是因为 我的脚型比较特殊 那手工婚鞋刚好可以修饰了我的脚型 然后它的气垫鞋很舒服 即使跟鞋非常的高 但是穿起来就跟平地鞋一样舒服 舒适 在我们活动的时候 遇到的一些新人 先生然后陪着新娘在那边选鞋子 那种很自然而然的那种互动 跟那种幸福的感觉 我相信他举办出来的婚礼 他的亲朋好友 都可以在婚宴当天感受到 他们的那种幸福 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这是最万能的 Eric从新人身上得到的 远远比自己付出的还多 不论是透过自己的手工婚鞋 或是其他婚礼项目 他都希望每一对新人 都能顺利举办心目中理想的婚礼 所以开始在几年前 藉由举办婚礼体验的活动 来帮助新人 也祝福他们走向一生的幸福 我们希望新人来先感受到 一个派对的感觉 那其实他们在自己的婚礼筹备过程上 可能就会有一些想象 那也因为有这样的空间 我们做一个户外婚礼的一个主题 那希望这次的这个主题 带给新人比较不同的一些想法跟思维 其实我刚刚在看一些伙伴 在做演讲的时候 我自己本身我很感动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把所有的新人都集结在一起 可以跟大家聊聊天 知道现在新人他们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很棒 还蛮有趣的 而且就是看到很多 一起正在准备婚礼的人 然后原本我们一些想象的东西 可能现场有展示出来 不管是音乐 然后或是就是调酒等等 然后就说原来我们的婚礼 就是这样子是可行的 Eric能借手工婚鞋的工作 以及婚礼活动传达给新人他的理想 到现在一切都得来不易 感谢我的老婆 就是说她离开了 她工作15年的一家公司 然后选择回来协助我 跟我一起经营 尤雅尔时尚手术红杀鞋 想要帮新人完成了很多 比较专业性 或比较技术性的一些工作 传达就是我的理念 让新人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我们的支持 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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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支持